赖清德将在三个月后正式就任 其团队的人事布局备受关注 其中在安全防务方面 台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等人 都被点名有望留任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 上周赴台立法机构被询 就是这句睡不好 引发台湾舆论热议 台媒更进一步爆料称 每周六日上午如果没有行程 邱国正都会去恒山指挥所 所谓了解解放军动态 对此岛内网友冷嘲热讽道 提心吊胆也没用 就是一直挑衅不沟通啊 还有人说住在洞里没用了 去第一线守着 据台媒报道 赖清德520就职后 其安全防务团队传出 将延续所谓蔡英文路线 不会有太大变动 其中核心角色 台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 可能转任台防务部门主管 而台安全会议副秘书长 陈文正 徐思俭 以及台安全部门主管蔡明燕 被点名留任的机会都很大 以此国民党评论 离岸之间早就已读不回 这样的蔡归赖随 真的了无心意 不管是蔡英文路线 或者是赖清德路线 我们要的是两岸和平的路线 蔡英文时代 两岸之间就已经已读不回 完全没有任何沟通跟协商的平台 那么未来赖清德上任 留用的人士都是蔡归赖随 真的了无心意 台湾舆论则指出 若沿用旧有的台湾安全防务团队 现阶段的困境恐怕没法解决 若台湾对大陆的恶意螺旋式堆叠 台湾民众未来四年 可能每天都税不好 用了这些人 那现阶段的这些所谓的 我们不要讲烂摊子 我们说制造出来的这些困境 那这些人有办法解决吗 看起来没办法 这个赖清德上任从520开始 未来这四年 我们在台湾 我们的老百姓可能每天都税不好